Hello 大家好 我是综合格斗选手 翔勇 好 那今天的比赛赢了的话 现在是什么心情 此刻呢 感觉心里面非常开心 对 因为赢得比赛了 这是 而且是二番战 对 那今天的对手的话 陈明超是二番战 对吧 那在赛前知道是和他成为对手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心情呢 又是一个难缠的摔跤选手呀 因为你们俩其实都是属于同类型的一个选手 对吧 对 他是以前练的是自由胶嘛 可以抱腿的 但是我是练的古领胶 是不能抱腿的 所以说他可以做很多上下结合的动作 但我以前练的只能上半身 所以我是比较吃亏的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去年就是他刚来隔个相的时候 你们俩第一次对上的时候 当时你是输了 对吧 对 当时我输了 但是因为我去年的时候刚开始练嘛 因为二月份开始练 然后练了 差四月份打了嘛 那我才六月份 六月份吗 对 对 应该是六月份吧 四月份 四月份比赛还没开始呢 我记得打了两场 打太多了 哥哥像钉子我现在记不得了 那当时输了的话是什么感觉呢 当时输了的话就感觉地面上的一些柔素动作真的一窍不通 根本就没什么 没令过 基本上就是 而且体能方面 在这边就翻来翻去 翻了两下就突然就 送进去下滑了 体能就没有了 对 其实你们俩上一次在比赛当中 就不是正式交手有见面的话 是去年的十月份 对吧 嗯 对 那 距离 对 距离 距离 对 你说错了嘛 十月份的时候我是跟许海恋人 但你们俩在一天比赛啊 哦 对对对 是吧 那到现在 可以说可以说 没事 那到现在的话也是有差不多半年的时间了 对吧 对 差不多有半年多了 其实在这段时间内你们俩都是有各自针对自己的强项和薄弱项进行专项的训练嘛 因为今天赛展采访的时候也有问过他 那你觉得实际对上的话 你们两个人有感受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呢 你感觉到他的变化是什么 我感觉的话 再先说于我吧 我的话可能是体能方面 或者是各个技术的领域 可能会比自己要强了一些 会好一些 像陈明超这个兄弟的话 是我感觉 陈明超这个 他呢 心态上可能会 不是那么的 心态不是那么的好 他可能打击下来会紧张 他刚刚在台下我们也聊了 对他是有紧张的状态 一直很风景 所以我希望他 好好调整自己的心态吧 对 那其实这次比赛的话 也是三回合对吧 对三个回合五分钟 三个回合 我们在台下看的话 其实有感觉你的风格的话 是有一点点微微的一个变化的 因为以前的话 感觉整体的话 就是节奏没有那么的特别的快 对吧 但今天很凶啊 所以当时在场上的话 是什么样的想法呢 因为我这是 家里中啊 这样一种没有过 就是我差点死 死在那个这样的房间里 因为太痛苦了 就还剩零零五 我怎么下不来 真的 那我都已经将到 已经抽搐了这个人 还好就是艾利亚 在我旁边看着我 跟钢炮 然后把我扶起来 当时我没什么自觉了 已经抽出了 嗯 这是很挺痛苦的 反正降体重 然后主要是我 降完体重以后 我会扣掉一分 如果是我 如果不是完全拧压他的话 或者不是KO的话 我赢不了这场比赛的 我只能尽我 所有的能力去对抗 操子 对 所以他也是一个 非常有实力的选手 对吧 嗯 然后两个人的话 在同样的领域 然后也是相似的 类型当中的话 大家都是实力相当的 对 那因为你也说 他的心态 其实有一点点的欠缺 对吧 那马上 就是未来的话 未来的话 大家还是要比赛的 你对他就是有什么想 说的吗 或者是鼓励一下他呢 嗯 我刚才也在台下 给他说了 两个人也聊了 跟操子 他 他现在的领域也 他02年了吧 02年 然后他说比赛 这几次比赛都输掉了 哎 然后各种原因 他自己 有的时候心态 也不是那么的稳定 所以常常发挥啥的 不是 就是会 心态只要不好 你比赛的话 你会 很难受 很难去发挥出来 脑子会碰白的 然后打得不好 我希望他去克制吧 克制这个心态问题 对 那刚刚有提到 他因为就是可能年纪小 心态可能有所欠缺 对 那在你这样的阶段的话 对于输赢的话 你觉得输了之后 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吗 对 如果我输的话 其实我心态 当时肯定也会 很难过 毕竟辛苦了这么久 然后终于站在内队上 要开始表演自己了 结果又输了 那我会自我去调整状态 比如说在比赛的场上 我会常会想起平时实战的时候 那种打法 完全让自己去放松 对方 放松着去打 这样的话会 你会发现 你自己平时定的那些技术 他都能打得很好 对 有不想 想不到那种效果会出来 所以现在的认知和感觉的话 会觉得在比赛当中 过程是更重要的 对 去享受比赛 刚刚也提到减重的问题 因为赛前就是 没有完全减到那个标准线 其实今天踩下来的话 会发现 几乎所有的选手 都在本次比赛之前 进行了非常严苛的一个减重 那你这一次大概减了多少呢 我减了差不多 我平时的话 训练 可能不是那么的 那个 那个拿 训练强度可能不太够 我平时体重都飙升 在81二左右 然后从脚到71年 二 对 多了005 多了005 脚到差不多有 十公斤左右 十多公斤 差不多 其实我记得去年的时候 你和陈明超都是打了77公斤 对吧 对 那时候打了77 那之后怎么就到71了呢 因为打71的话 那我的状态不是 不是那么的 不是那么的 因为我的身高的话 是打77的话 我会很吃亏 对 他们77都是大高个 我真的 按着头看他们 所以说 对 地展什么各方面 体重方面 就会很吃亏 对 那 你说赛前降重的时候 把自己的身体降到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状态 对吧 那 看今天的表现应该是已经恢复的非常好了 对吧 对 今天恢复的差不多有80%的恢复上来 对 那如果100%的话 比赛会不会更精彩 也许会 那今年的比赛到现在的话 也已经就是好几场了 对吧 一直都是属于一个赢的状态 那下面的话 还会觉得自己会继续赢下去吗 那就一直打就一直赢 输了再说 那你有提到 就是说同类型的选手的话 跟自己比赛会有点难缠 对吧 那你有期待自己在赛场上遇到的是哪 遇到哪一种类型的选手呢 其实不管是战力 方面的对手还是地面方面的 其实我都不是很虚 我各方面都会会一些 对 那刚刚也说 在减重过程中的话 也是由队友陪你 对吧 那有什么想对他们说的吗 谁啊 这次战机重的 还好有爱丽 然后刚炮 奥斯卡 奥斯卡 在旁边陪同嘛 要不然我真的 坚持不下来 当时我都想放弃了 那真的是不出汗了 那我心脏是 扑通扑通的那种抽筋的感觉 还好是有兄弟们在旁边陪伴 才能一直在鼓励我啊 刚炮 爱丽 他们 对 才坚持下来 对 好 那也是希望 你啊 像还有爱丽啊 像刚炮 还有奥斯卡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啊 都可以就是 健健康康 顺顺利利的去完成比赛 然后 我们的目标是赢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 也是要保护好自己 对吧 那就感谢接受今天采访 希望未来越来越好 谢谢大家 好